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来说看看杂书 让老子放松一下 主要是干这个事儿 那么林高启明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 而且是正在创作的一个网络小说 穿越的 什么西手间这个三巨头啊 这个旅仆革命啊 是吧 我们看到了其实 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穿越类的书籍里面 它算是比较知名的一部 我觉得很好 而且它的这个创作手法也跟别的不太一样 它涉及到当时论坛中的很多人 很多专业 每个人都写了一些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工业革命 怎么样爬科技树的这些 甚至包括民族的一些争论 一些分歧 那么其实呢 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玄乎 是吧 并不是说把它封掉 而是它原来在起点的这个更新被终止 应该是4月30号左右 被终止了 然后在林高启明 它自己有一个群 在它的官网也确认了这个信息 据说举报它的原因是因为它 体现出了一种叫历史虚无主义 现在中国社会呢 就存在这个问题 其实每当经济或者说政治上 受到压迫的时候 老百姓总是要找一个宣泄口去放松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还搞过一些手抄本 是吧 什么 一双绣花鞋 曼拉回忆路 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都干过这事 都抄过 上课的时候还在抄 其实以前我们说的这个 包括我现在居住这个城市 所谓的好莱坞的发展 其实也是源于战争 因为人们感觉到苦闷 需要有一个宣泄口 需要有一个寄托 那么无论是小说也好 电影也好 它会给人一种代入感 就像我们经常到电影院 把两三个小时完全交给一个故事一样 其实很多故事都很老套 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做呢 因为它可以逃避 你在放松的这几个小时里面 你可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苦闷 好了 现在连这个东西都不给你玩了 我们一直说 防明之口胜于防窜 其实堵是堵不住的 只能是酥 是吧 以前都是酥的 现在好 直接堵了 这种做法呢 历朝历代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 起到的反作用其实很大 中国历史上好像有一个元朝出现的元曲 是吧 大家现在印象还很深 其中有很多就是骂当朝的 只不过因为蒙古人不愿意学习中文 所以你骂两句就骂两句 是吧 他也无所谓 那么南北朝时期也是 因为实在打不过北方的少数民族 白衣来不以后也是很苦闷 所以你看到竹林七贤 是吧 那么南北朝时期甚至是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 是吧 两京南北朝都是 谈玄论道 因为你打不过人家 你只能干这个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连民众仅有的一些 消遣类的娱乐 都被制止的话 其实整个这个社会 它会更糟糕 共军有很多做法是 过于理想化的 或者说 因为习胖的思路 因为他的决策 下面人给他再加点料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政策 其实 是违反他目前的 首要目的 他现在是要求稳 求稳 有很多种方式 最笨的一种方法 就是高压 你把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管制了 你认为 他就可以稳定了吗 只有待在书房里的人 才会制定出这一类的方案 我们看到的其实 目前的这帮主管宣传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 西方有一个主意了 他们就跟着给他推演 是吧 把它细化分解为 可以执行的政策 但这个政策能不能执行下去 能不能长久 对中共的统治是不是有利益 其实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太在意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另外一个层面的卸证带证 是吧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么出了事 反正你兜着 对吧 每一个朝代呢 到末期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有很多人老是在幻想说 共军好像还可以自己撑下去 前面几十年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历史从来没有简单的重复过 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 它是有它的历史条件的 当时有美苏两个国家在抗海 所以中共即便是既反苏又反美 因为两个阵营都不想把你当作敌人 打一巴 再揉两下 都希望结成一个哪怕是短暂的同样 所以呢中国内部当年 闹出什么样的纠纷来 问题都不难 不影响到中共的执政 因为外部世界没有对它实行完全的压力 因为都怕它站到别的阵营里面去 这样很麻烦 现在有很多东西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还是有人老是照搬原先的这些套路 其实可以参照 但是不能完全照搬 无论是反共的还是共军内部的宣传可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都没看得很明白 或者说都没想通 把它简单化脸谱化 习胖是一个有幻觉的人 其实说到底他认为他有理想 那么不要单纯的认为 他的想法不重要 其实在中国现实社会中 他的想法非常重要 他现在哪怕放个屁 下面的人都得 夸两句 都得琢磨一下 他到底想干啥 就像 5月9号 新闻联播里 他召开公安部的大会 16年 中共高层第一次造成 这么高规格的公安系统的大部 马上就有人衍生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不需要去过分的夸大 习胖一直是靠他们这些兵 来管理这个国家 他现在手上能用的就这么几个人 王小红就是他身相 公安系统的一只手 你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 你浑身是铁 你能打几根钉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长远的一个规划 他原先的这些班子 本来就是不健全 人应该来说 他有一个熟悉一些的 这个公安战线的朋友 就很不错 所以他指望 这些兵帮他去做事 这是很正常的 他只是帮他抬个轿子而已 不要把这些事 想的这么 想的这么严重 是吧 像王沪林这种书生 他完全就 把习胖的意图分解成 可以执行的动作 除此以外他还能干什么 共军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措施 他们甚至要 对人类的未来负责 他愿意想 你就给他想 对不对 不要过分的解读 那么习胖目前所有的想法 在中国 都是能够影响到中国社会 最起码他这个影响 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你可以调笑他的想法 或者说 抨击他的政策 但是不要忘了 他所有的设想 所有的做法 都在带领着这个国家 逐渐走向了不可置 我们没有能力判断他下一个行动 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遇上这么一个人 其实 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来预测他 就像川普说的 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 但是习近平代表中国 他代表美国 他是美国的 对吧 现在的世界 就是凭实力说法 不用研究其他东西 当你没有能力 推翻这个政权之前 尽可能 找出一些 让自己能活的相对优雅一些的方式 像习胖这样的人 只要他 在中共的领导岗位上 或者说 中共这个管理模式 只要他不发生大的改变 在中国 我们就会不断看到这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这些政策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